调整好了兄弟们 我的我的对不起 刚才最近输太多了 心态有点炸 是得缓一缓 上去洗了个澡 跟孙哥聊了聊天 然后也跟我的队友聊了一下 他们都还是蛮想赢的 确实不能逃避 温度降下来了 谁来杀什么兄弟们 我的问题 对不起 今天确实 这两个小时走 也是对兄弟们也不负责任 对队友也不负责任 确实不够成熟 但你们也懂的 我确实人情商低 做事情不够成熟 说话有问题 兄弟们其实也看了这么久 应该能懂 90度急功 能懂吗兄弟们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90度急功 对不起 给兄弟们抽个奖 先抽个奖 我自己绝对不攻杠 我抽奖好吧 我抽奖 OKOK 抽个5000 太多 龙虾我才抽4000 龙虾我才抽2000 我确实不该走的 不该落的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我们正常就训练赛 不管蛇哥怎么样 他怎么样 我们其他人把自己的位置 该做的什么做好 对这个比赛到最后 哪怕一把不赢 赢一把我们都是血赚 我们反正尽全力 然后直播我也不会逃的 我就正常直播的时间 我就过来 我不 不到我的直播时间 如果训练赛 我就用我那个号开 我们就正常努力训练 OK 好吧 蛇哥的问题 到时候让他自己决定 他因为他说 他好像不打训练赛了 我也不知道 当时得问清楚 问问到时候 到底蛇哥正在打什么位置 因为退不了赛了 我问了 蛇哥也去问了 都退不了 大家都退不了 反正最后 还是我们这五个人 一定要打完 既然报名了这个比赛 对吧 我们就要把这个比赛 哪怕我们 你妈 哪怕赢不了 别的比赛都有40连贵的队 我们怕什么 对不对 上海龙 对 守望先生有40连贵的队 我们怕什么 上海龙 整个赛期一把没赢过 好吧 这比赛结束 我去养牛 好吧 我去养牛 赢不了 肯定要去养牛的 如果能赢四把 我就不去好吧 我们不知道赢四把 我们这个队的配置赢四把 是不是超出预期了 我们现在就奔着赢四把去 你是把什么禁线下了 你是把禁线下了 不是 不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你们弹幕的问题 是我自己 太高看我自己了 其实我就是一个 韩服 大师的水平的辅助 我把自己想成 王者水平的辅助了 对自己的压力 其实不是你们给我的压力 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我想清楚 刚刚洗了个澡 想了一下 用热水冲了一下脸 冲了一下身子 想明白了 是我把自己的姿态 放太高了 其实我没有那个水平 我就是一个 现在就 说多了 我就是个大师辅助 确实 我报名的也是 也是大师 我田的也是大师 这没问题 我做好我大师水平的工作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是分数百的 你怎么能说我不是大师吧 这个我要生气的 讲道理 但我承认 我现在没有王者水平 我就是把自己太高看了 我的问题兄弟们 再给你们道个歉 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先抽奖好吧 先抽奖 OK我钻石兄弟们 我钻石 钻石水平 先抽奖吧兄弟们 你们随便怎么吧 但是逃兵我不可能再做了 这样对 所有人都不负责任 包括我自己 不能这样子了兄弟们 我也是一个成年人 不是15岁 13岁的人了 有时候说话我也会多注意的 兄弟们 有时候可能没情商的话 我尽量不说出来